大家好,我是911.com的飞翼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老游戏 生化危机UC Resident Evil The Umbrella Chronicles 历代机是光枪射击游戏 这是与以往的生化危机所不同的 我印象当中PS2上有一款生化危机的射击游戏 不过当时玩的感觉很是一般 我们进入游戏 首先看一看片头 合集自然包含了很多以前发行的生化的版本 基本上以合集的意义来说 作为生化犯都不可以错过 片头依然是不短的 还是让我们早点进入游戏 大家熟悉的记录点的打字机 果然还是这样 难度就选Normal了 像我这样的Easy属于太简单 怕的又比较没时间玩 没办法 选择新出现的一个记录 基本上每打完一关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记录 美女和帅哥 自然选美女Rebecca 果然进入以后 还是很厚道的发现了老卡的动画 素质还是相当高的 不过呢 压缩上传再到网上 估计也是不太清楚了吧 帅哥Billy出现 没有记错是叫Billy来着吧 还是先逃出去再说吧 前面操作提示太多 于是我从后面开始 按着A键来回挥手柄 就可以用刀 选机枪招呼他 从具体的效果来看 各类僵尸都有其弱点 不过基本上还是打头为主 游戏中的武器很多 可以经常的进行切换 注意左下方的喷雾剂 在这一带中它可是代表一条生命 左上方是HP枪 剩下的弹药和守雷 换子弹是用抖动的方式 和一般在屏幕外射击的方式有点不同 平时遇到散量的东西 按A键对准可以捡起来 我们再来看一段BOSS战 这是第一关的BOSS 基本没打一小段 就会有一个BOSS出现 打蟹子 刚才有按键提示 随着它的按键 进行提示的话 就可以做出躲伞的动作 捡到一把枪 摇 哎 躲了 哎 再散 眼看着机枪就是用完了 扔了一个手雷 扔了一个手雷 多伞 手毛脚乱的换上了来福枪 来福枪的威力果然比较大 呃 就是装子弹时间太长了 在强力武器的配合下 嗯 终于搞定了 这里就是910.com 飞影给大家推荐的 《生化危机》历代机 作为一个设计游戏来评价 做的还是相当优秀的 以《生化危机》本身的历史来看 本作也是一个极大层之作 如果你喜欢设计游戏 或者喜欢《生化危机》系列的游戏 请不要错过这款作品 编纸